傻姑娘浑然不知自己又一次登上了这辆列车 不不不 准确的说从没离开过 跟昨天一样这傻白天还在这看书 其实这一天已经坐两趟车了 抬起头还说了句今天就在站牌那下车 跟昨天不同的是车上的乘客换了 哎 我好像说了句废话 跟昨天不同的是 人群当中钻出来一个光头 而对面列车也有一个光头 他俩长得不能说像吧 简直一模一样 从光头大爷的面色不难看出 昨晚一定是 通宵抓鸭子 而且没抓找 傻白天继续赶服站台 刚送走抓鸭子大爷 又看到了一个望风小女孩 本来谁也不会在意一个小孩子望风 可谁知道我刚走到跟前 刷的一下就刷的一下 他就消失了 哎 你说消失就消失吧 还跑对面车上去了 这熊孩子啥反应都没有 你就叫两声好两声也行 愣是一点动静没出 这孩子走的时候也太匆忙了 脸都辣这块的 我想现在肯定有很多小可爱好奇狗头下面那张脸长啥样 那么我数三个数看看谁能一次就截到 三二一 好了刚才解到图的小可爱 记得在评论区留个言 那么我们来说说这个傻白天 此时已经来到了第三天 如果换座正常看到小女孩瞬移 还有你们截灯那张脸 估计嫂就吵着嚷着要下车了 甚至都得哇哇的叫起来 可是咱们这位傻白天都是啥反应没有 今天跟个没事似的又来坐车 看样子还挺开心 搞得我这个看热闹的都无语了 不是这能不能行了 这车还能坐吗 从里往外瞅我见过 从外往里看这是什么操作 好